花蓮市北冰外环地下道一年一度清洗作业 22号上午就要展开了 这次包含要执行北端出口节水沟的整建工程 因此工期会延长到8天 采封闭路段交管措施 提醒用路人在1月29号之前要配合改道 花蓮市公所受花蓮县政府委托管养北冰外环道路 并获交通部航港局补助经费 从22号上午开始执行年度清洗与养护作业 期间请用路人配合并改走海滨街及北冰街 而15吨以上的货车在外环道 封闭期间的晚上8点至隔天上午8点 禁止进入北冰街与海滨街以免受罚 我们今年的北冰外环道的清洗作业 包含有外环道的墙壁 还有两侧的边沟的输菌 还有就是地面的清洗等 那我们的作业时间会从1月22号到1月29号 在这个期间我们会 我们出动的总共有8种特种的车辆 还有就是人员20人 近年度北冰外环道也包含要执行 北端出口解水沟整建工程 因此工期延长到了8天 采封闭路段搅管措施 提醒用路人在1月29号之前 请配合改道通行 外环道的清洗作业也同步进行了 在北侧花女后门 这边有两道解水沟的一个 那个土木工程的改善 那由于说这个那个解水沟 因为是大车 它在那个停红灯上坡起步 那可能车辆的扭力比较大的关系 那长久以来都一直造成 那个解水沟的一个结构的破坏 我们这一次在利用地下道的清洗的时间 也同步进行做整条解水沟的改善 那由于说解水沟的结构体 由于水泥需要有时间来养护硬化 来让它以后的那个就是结构比较强 所以这一次那个北冰外环道封闭的时间 有比去年还要长 那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多多见谅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除了北冰外环道从即日起执行养护作业外 中山地下道也将在1月26号晚间10点 开始进行清洗检修 一直到隔天清晨6点前都会实施导入封闭 届时两端出入口都会进行管制 敬请庸陆人全力配合 遵循现场人员指挥绕道同行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